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仲华老师 我们推广这套六个符号123加4 其实这就是英文变成中文 中文变成英文的一个密码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这是英文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理解成中文来理解 这个英文不管怎么说都叫做123加4 现在我们把这123加4的符号 加进去各位就会发现 你会百分之一百的看懂 即使有一两个单字你看不懂 电脑字典查一下 你就可以完全理解了 现在请看下一步 这个叫做e-forgiveness 叫做原谅 原谅人家的名词 意思就是原谅别人的错误 原谅别人的过失 就是the key 123就是这个关键 什么关键呢 各位朋友后面看到是 这个是是什么样的是呢 叫做是之一的形容词 也就是翻译成中文什么什么的 这个时候你要从后面向前翻 什么样的关键呢 就是to being free 这个being叫做动名词 翻译成是是 是的逼动词变得ing动名词 是free free并不是你的自由的 而是免于什么是 它就是去免于什么东西的一个关键 然后免于什么东西呢 借此加名词 再来一个片语 from toxic bitterness 各位看到这两个字 可能就有一点困扰 你看不懂了 看不懂怎么办 我们刚刚说 查字典 toxic tosic tosic是什么呢 就是有毒的 tosic 但是各位朋友 我们看英文不是看字 而是看一块一块的 这三个字合在一起 是一个片语 就是不要受到有毒的 bitterness 是痛苦 这样子的伤害 那这个from 到底出来的一个片语 要一起念 一起看 from toxic bitterness 所以各位看到 它会一口气念出来 刚才这个字尾呢 就会听不太清楚 本来叫做toxic 可是合在一起 就会很快地带过去 from toxic bitterness from toxic bitterness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重新来看一次 所谓原谅 就是关键 什么关键呢 让你自己能够免于 免于什么事情呢 这些有毒的痛苦之中 来解放自己 这句话用更白话的来讲 其实就是原谅 别人对你犯的过错 其实就是放下 其实也就是劳了你自己 所以看英文的句子 不仅是看到这些字面上的意识 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启发你思考上的灵性上的进展 这样子学英文 才是更快乐 更有意思 刚才各位是把英文呢 变成了你中文的理解 哦 我看懂了这个英文 那么反过来呢 你就得把你的中文 转成英文去说出来 那这中间还是那个密码 就叫123加4 各位看到这句中文叫做 没有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 那么一是谁呢 各位看到这个有没有的有 在英文叫做一跟二 它叫做主词动词 叫做there is there are 好了 你有了主词动词 就要找第三个字 没有什么东西 各位看到这中间红颜色的 就是我们刚才的四之一 叫做补充用的字 我们先等一下 先把123找出来 所以第三个字就是 没有事情 there is nothing 那么这就是123 没有任何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呢 是我们应该担心的 后面翻译前面 这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字句 我们叫做which 带出来这些事情 which指的前面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带出这个字句 我们应该担心的 we should worry about we should worry about nothing we should worry about there is nothing we should worry about 没有我们应该担心的事 there is nothing 什么样的nothing呢 which we should worry about 那么当然这个which 也可以进一步的被省略掉 所以你不一定要说这个which 那就会变成了 nothing we should worry about nothing we should worry about nothing we should worry about 现在各位会不会看到 这个123加10真的是非常神奇 如果你有了这个工具 作为你的英文步骤一 不管你是什么程度 那么你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就发现英文会进步如飞 在听说读写运用上面 或者是考试都能够轻松如意 刚才是英文变成了中文 我们又反过来把中文变成了英文 那么你能够英文变中文 中文变英文不就是英文缩写流利了吗 那么有了这个工具 真的帮助好多好多朋友 快速的不管是从不太会英文 变成了开始有信心 开始会用英文 或者是本来就有一定的程度的 能够快速的提高你的水准 更能够专业的更正式的更没有错误的 来表达你的英文 而我们不尝试 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华人朋友 来学习这套快速让你增加实力 运用能力以及考试成绩的方法 那么什么人最适合呢 各位就是自学 如果你是在家里自己学习 自己想努力自己进步的这种日常人士 那就欢迎利用我们的寒寿课程来学习 我们的寒寿课程有繁体版的 有简体版的 有分程度 初中中高跟高 一步步向上学 那么跟着我们来一边听讲 我们所有的英文句子 都是清清楚楚的画了这些线 来理解来讲解 那么更适合的就是职场人士 各位都知道 你们在工作上不可以用太马虎的英文 因为这是公司对公司 那么你们的英文基本上要有一定的程度 如果你的地位越高 职位越高 你更要正式 更要正确 那么如何来学习呢 很多朋友一定会想到第一步 先找一个外国人来教 但是我们会建议跟外国人来学 是去做练习你已经会的东西 那个时候叫步骤二 而步骤一 你应该扎扎实实 完完整整的 有系统的 把你的英文的基本功力学好 基本功力就叫做 一练声音 二练思考架构 也就是学这套简单的 一二三加式的英文语法 英文思考 有了这两个工具 你就会发觉 你的听说读写 就有一定的信心跟正确度 当然因为职场上 你有专业使用的东西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么如果你跟外国老师 外国朋友来学习 他无法理解 你要表达什么 你的英文不好 你讲不清楚 你的中文呢 他又听不懂 所以集同压讲 浪费时间 何不如先把这个步骤一 我们的六个符号 当成你的进阶工具 把它先学下来 那么职场人士 就欢迎参加我们的面授课程 可以是亲自来 也可以透过网络的视讯 把你工作上需要的专业的东西 变成你上课的一部分 变成你上课要写的东西 上课要读的东西 要讲的 要听的东西 这样子才是你职场人士 迫切需要的 你不能够像学生一样 东扯西扯 扯个好几年 你必须是快速学会 最好是今天学一点 明天后天就能够使用了 第二个适合我们的课程的朋友 就是学生 如果大家的孩子或者是学生 程度相当不错 这时候如果送他在一般的学校上课 一般的补习班上课 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 那大部分东西他已经懂了 那么学校必须按照进度 补习班你有一定的准备的方向 是程度好的学生 应该让他提早的 去快速的 去完整的理解 整套英文架构 而不是像在学校 或者在补习班一样 那叫东学一点 西学一点 今天教一个动名词 明天教一个不定词 东学西学 太浪费时间了 应该以快速 让他们完整的理解 整个英文思考架构之后 练习他的听说读写 尤其成都好的学生 一教就会 利用他在学的时间 快速的 培养他听说运用的能力 千万不要考试考了几年下来 人就变笨了 只是考试考的成绩不错 不敢使用 上场了 并不是真枪实战的能力 第二个呢 相反的 程度不好的学生 一样啊 在一般的学校 一般的补习班 是学不好的 因为别人有他的进度 而程度不好 就是底子就不好 那程度不好的同学怎么办呢 当然要从一个底子来教起 那么底子怎么教 底子也要快速啊 你不能够学他三年啊 你必须在几个月之内 赶快追上来啊 那当然 第一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让他念啊 一念 单字就容易记了 句子容易记了 然后如果学生能够理解这套系统 那他是不是在英文的理解上就快速多了 再回到学校听 就容易听懂了 成绩就会快速进步了 这些并不是广告词 我们教过许多年的 这些实战经验 希望帮助有心的朋友 你们能够用最经济 最快速 最有效的方式 学出英文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